仙长林明珍6日出席议会定期会进行施政总报告时表示 据天下杂志9月民调 仙府施政满意度大幅进步 排名跃居全国第五 这不仅是仙府施政团队的努力成果 更有赖三年来议会全力支持 荣耀归于全体宪明 未来宪府会继续倾听宪明的声音 持续建设基层 让宪明生活更幸福 议会定期会宪长林明珍进行施政总报告 宪宪长指出 久了三年来 除了持续巡回四项巷市办理宪明时间 倾听宪明新声 为民众解决难题外 也积极推动更下重大基础建设 最近观光 农业 旧业及交通等各方面发展与便利 宪长也表示 未来一年有许多重大建设 需要持续努力 诸如福星温泉区连外道路的完善与美化 有关温泉区的景观及形象 南投市公圆路延伸计划 不仅可增加土地利用价值 还能有效输胜南港工业区的车流 我们南投市明年度的重要预算 就是我们福星温泉区的一个连外道路 连外道路不但要把它开宽一点 同时整条道路要规划得很漂亮 就是让观光客来到温泉区就觉得是我们来到渡假村一样 让他有这个感觉 另外我们在南投市工业路 我们要把它从慈善工沿到民族路 让这条路能够贯通 能够带来地价方面 可以增加土地的利用价值 同时也可以失散我们工业区上班的人潮 另外为吸引观光客来游戏消费 将实施办理南投灯会 吸引观光客来游戏消费 并增加埔里水上灯区 开全台属地 为埔里带动灯潮和相机 另外我们在明年的重要的预算里面 我们还有积极推动很多的建设 像明年的灯会 要把它规划非常的漂亮 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南投县来旅游 目前大陆观光人士的减少 我们用国内的旅游来弥补大陆的这些人士 让我们的观光产业民宿爱者 都能够厚夺一些弥补 当然要建设一定要需要经费 现在能够变出来的经费 我们希望这个各党团都能够来支持 我想不要以善预算来作为输政的一个目标 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县民来讲是非常不理想的 我们希望建设能够变出来 为了蓝头县的发展 为了蓝头县的进步 我们希望国民党民进党还有五党籍都能够来全力支持 县府实证满意度大幅进步 排名越居全国第五名 这不仅是县府实证团队的努力成果 更由赖三年来议会全力支持 我还希望在议会的支持下 南投县人持续进步繁荣 我还希望在这边